当一个叛逆少女被磨掉棱角走向正轨后 另一个乖乖少女却无法全身而退 残酷的生活像一个黑洞 肆意吞噬掉两个少女炙热的青春 欢迎来到小镇电影 我是小一 这一场分享国产电影 少女哪吒 文字作者 收藏小只 故事发生在90年代 一个叫宝城的沿海城镇 16岁的乡下女孩李小璐第一次来到县城 对一切感到陌生又新奇 初来乍到 她穿的还是土气的红胚绿 听英文就像听天书 入学头一天 她居然拖着课桌去上学 老师同学纷纷表示 看不懂这个奇葩操作 跟到同桌的女生叫王小斌 文静大气 担任班里的班长 妥妥的一枚学霸 而李小璐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 让小斌眼前一亮 觉得对方是可以一起搞事情的人 于是在老师的眼皮底下 她传起小纸条 写出台风要来的小秘密 李小璐也不认生 立刻编了一个放生百马的故事 这副又酷又散的态度 让小斌刮目相看 到了第二天 小斌带小璐来到学校厨房 灶台上摆着热气腾腾的餐盒 两人经不住诱惑 趁热饱餐一顿 听到外面响起脚步 两人赶紧躲在门后 却看见体育老师 竟也偷吃别人的饭 然后才拿走了自己的那份 两个少女以为躲过一劫 刚出门 却被老师反扑抓了个线形 稍后 两人盯着大太阳 被法载操场跑圈 而遇到了小璐 让小斌原本苦闷的人生 迎来了转折 他们都喜欢三毛的书 喜欢自理行间中 对生活的豁达与热爱 喜欢自由浪漫 无拘无束的精神气质 王小斌以三毛为灵感 写了一篇散文 竟然获得了作文竞赛一等奖 文章中 小斌讲述了和小璐逃学的故事 两人在园夜中 肆意奔跑 在果园里偷着果子 他们就像盛开的花朵 在阳光下灿烂生长 宝城的河水宽阔平缓 闪闪发光 小斌一下水就游得没影了 小璐急得拼命呼救 幸好路过的男生徐杰出手相助 即使把小斌从水里救出来 从此三人成了好朋友 课后 宇文老师把小斌叫到办公室 先是对他鼓励一番 还送了一支钢笔 接着老师开始打压教育 批评王小斌的打扮过于成熟 会影响男同学的学习 他对女孩的贬低 简直是恶意满满的重伤 气得王小斌一出门 就把钢笔扔在地上 而回到家 等待小斌的又是另一个残酷战场 他的父亲有了小三 要跟对方搬到城里同居 这次回家 他是拿离婚协议 逼老婆签字的 小斌觉得父亲背叛了自己和家庭 二话不说 就把全家合影摔得粉碎 然后将对方的照片撕了下来 父亲不知该如何回应时 小斌又做出故作坚强的笑容 就像三芒说的那样 人的一生都在不停地经历痛苦与绝望 是不断被命运击垮 又不断疗伤的过程 每个人只有在生活的历练中 才能退去亲测 走向成熟 对李小璐来说 他同样承受着人生磨练 课堂上有个男生霸凌女同学 其他人莫不作声 只有小璐站出来打抱不拼 没想到 老师被跟妻子造白 斥责小璐扰乱课堂秩序 一气之下 李小璐把书丢了过去 当场把老师砸晕 结果可想而知 小璐被全校通报批评 被迫转学 李小璐的仗义之举 在拳线传得沸沸扬扬 徐杰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 立刻来了套自己拿手的武术功夫 用来表白心中的小侠女 谁知 反被李小璐打了一拳 他告诉徐杰 三毛才是自己心目中的女神 诗后 小璐故意拿这事取笑好友 海拉小璐生情低茂地 演起了天仙佩 黄美希的花枪 唱出了世间最动人的感情 幸福的共鸣 也在少女心中轻轻回荡 但这种快乐 恰恰发生在李小璐转学之际 一想到要与好闺蜜分开 小璐心中越发悲观消极 那时候的小璐犹如无拘无束的哪吒 面对永凡世俗的成人世界 他有着不良少女的香洒外壳 与众不同又放腕不羁 可小璐的哪吒形象 始终只是青春期少女的意识叛逆 因为真正骨子里的哪吒 是长相看似温婉柔美的王小斌 初中毕业 王小斌出乎意料地去了县里的微笑 报道第一天 小斌因为看不惯校长对学生的打压说教 公然在大会上顶撞对方 从此他落了个骄傲自满 无尊长的坏名声 王小斌觉得没有人理解自己 满腔委屈无处倾诉 这天他逃学去找李小璐 而李小璐自从考上重点高中 逐渐收敛了不知天高低厚的帅真天心 他开始专注学业 也跟徐杰走到了一起 他不仅把三毛的书送给对方 连放学回家也是形影不离 小斌似乎读懂了小璐的变化 只能骑着车默默离开 小斌看上去温柔安静 性格中却有偏激固执的一面 对承认世界的虚伪 他会选择毫不留情的正面硬刚 而这种外冷内热 容易树敌的极端个性 与他原生家庭的破碎不无关系 自从离婚后 小斌母亲无依无靠 承接在婚宴的失败中无法自拔 他对女儿充满控制欲 经常偷窥他的生活 还故意挑起矛盾 某日母女俩大吵一家后 母亲突然摔门而出 小斌忍不住好奇偷偷跟在后面 实际上 母亲精神上出现了抑郁 他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所以一冲动 就跑去跟前夫纠缠不休 而这种窒息的家庭关系 让小斌喘不过气来 他只好封闭起内心 如此背负痛苦的灵魂 一次军训上 王小斌看到 有个年轻教官 捡解了吊在地上的馒头 两口三口就吃了下去 或许见多了自私的人 他突然被对方的朴素政治所吸引 这天深夜 他无视纪律准备翻墙外出 恰好又被这个教官当场抓包 隔日军训时 教官当众批评小斌的散漫行为 留他下来占军资作为惩罚 好不容易结束训练 早过了吃饭时间 小斌揉着肿胀的脚踝 肚子饿得咕咕叫 这时 教官走进来 往桌上丢了一个饭盒 小斌打开一看 里面有个好大的红烧鸡腿 立刻开心地吃了起来 望着教官挺拔的身材 小斌不禁想若非非 就这样少女的初恋不弃而至 情斗初开的心房激烈地跳动 是瓢泊大雨也无法浇灭的爱的火苗 午后 王小斌和教官并排坐在运河边 面对女孩的告白 教官既心动又措手不及 但他知道自己的志向和职业 无法与女孩走向终点 教官想了一会儿 还是推开了小斌情握的手 委婉地拒绝了他的感情 假期过后 心有不甘的小斌再次约教官见面 与心动的人一起走在春天的河堤上 小斌觉得生活又变得浪漫而生动 这次会面中 教官从包中拿出一幅素描送给了小斌 上面画的就是少女最珍视的家乡风景 回家后 小斌反复端详这件礼物 无意间看到背后的自己 他打开画框 才发现是教官调往兰州军区的通知单 小斌骑着自行车拼命地追赶 大声叫喊着教官的名字 但军车飞快地驶向前方 迎着夕阳 笑逝在公路尽头 卫向毕业后 小斌被分配到妇产科实习 他坐视冷静又沉稳 完全不像一个新手 然而第一天上班 小斌就遭到主治医生的骚扰 对方在盥洗势力 心心作态 强行抚摸小斌的手臂 面对这个道貌岸然的人 小斌却一场冷静 转身就给了对方一拳 回到家中 小斌才发觉气氛不对 原来他的参军申请 被母亲拦了下来 不仅如此 母亲召集了亲朋好友 甚至把前夫也叫回家 准备一起说服 女儿放弃参军 看到父母竟然统一了战线 小斌气得大叫虚伪 控诉他们根本不懂得 尊重子女 只把孩子当作 可以操作的拦牢 几个大人间 也开启户对模式 纷纷指责对方道德败坏 给孩子做了坏板 大人们的伪善与自私 确实撕破了小斌 对这个世界的期望 他拿起刀子 疯狂朝手腕上滑了下去 就像神话中 具叛逆精神的哪吒 剃骨还腹 剃肉还母 他恨不得把身体还于父母 因为在小斌心中 这世上只有一种活法 就是诚实地活着 时间来到几年后 李小璐大学毕业后 成了知名作家 被人们视为成功者 与此同时 他以前的灵性和棱角 早已被抹平 这天 李小璐参加了初中同学会 得知初恋徐杰在门口不敢进来 两人见面 有一句没一句地聊着 多年不见 徐杰还抱有期待 仍在苦苦等待 而李小璐看惯了 名利成正的儿与我诈 早已不再相信爱情 更看不上开武馆为生的徐杰 这段青梅竹马的恋情 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次日 小璐来到河水边 找到了正在唱戏的小斌母亲 原来 小璐这一次回到家乡 就是听说小斌自杀的消息 小斌母亲把小璐带回老屋 亲手把小斌的遗物转交 这是她留给朋友的最后一个秘密 小璐打开盒子 看到里面装了满满一盒的烟头 顿时心痛万分 因为她知道 一根烟就代表着一个小斌 无处诉说的遗憾 一时间 小璐的思绪回到了过去 眼前似乎呈现出一个少女土烟沉丝的模样 她背负着与身体不相符的重压 思考着无人能理解的人生 又被无人倾土的无助与孤独紧包围 由此可见 黄小斌和李小璐 都有着贴近身体的少女情怀 却注定抵达不了精神层面的心灵感应 李小璐回到他们曾经上学的岔路口 看到电线杆上拴着一匹白马 而白马的秘密 就是她与小斌友谊的开始 小璐仿佛回到了少女时代 她快步走上前 解开绳子 把马放走 小斌的离开就像那匹马 而那匹马象征着自由梦想 直到此时 小璐终于完成了自己对小斌最初的承诺 好了 感谢观看小真电影 我是小一 下期栏目 不见不散咯 小哺 小骨 把鹿 小骨 Fuj 感谢观看